服貿協議的爭議 從抗議學生和政府的對立 始終找不到方案 而抗議學生態度強硬 政府立場堅定 國會協商四度破局 僵局該如何解套 兼變害時間深入討論 邀請到的是聯合晚報 政治組記者蔡沛芳 沛芳晚安 主播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們現在看到了 就是行政院長江一華 今天特別舉行了記者會 重申政府的堅定立場 那當中他也特別強調 審議的程序可以討論 但是他不能認同的是 闖入政府機關 這樣的非法行為 那這樣子提出來這些訴求 跟之前所特別提出來的幾點 是不是能夠達到溝通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 要從前兩天開始看 因為其實昨天在國民黨團 已經釋出一個訊息 就是他們願意 當初爭議的30秒 可以退回到委員會再去審查 然後今天院長提的是說 對於監督機制的法治化方面 他們持的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這兩年其實也是 他們這些學生抗爭以來 就是最能夠得到 民眾回想的部分 就是對於所謂的黑箱審查 跟希望能夠逐條好好審查 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行政院方面 對這兩點做了一個 比較明確的回應 但是他們同時又強調說 我今天是 因為我接收了很多的 這個民眾的意見之後 我們聽取了各方的意見之後 回應了這個部分 並不是回應這些學生 所以你看說 他其實是去做了一個切割 就是對於學生 這樣子的一個手段 因為如果去妥協的話 以後可能 大家不高興 就又占領立法院又幹嘛的 所以他就特別強調說 我們今天是不對 這個非法的妥協 可是他也希望爭取到 絕大多數的這個輿論方面的支持 所以聽起來 其實江院長這一場記者會 目的非常明確 而且可能再從兩天開始 就已經開始陸陸續續 在整理相關的資料 而且呢 大家今天 其實看到這樣的場面 也覺得說 江院長特別再度舉行記者會 因為我們知道你主跑行政院 那就你的觀察 江院長這場記者會 所說的內容是說給學生聽 還是廣大的社會大眾 我覺得他是說給社會大眾聽的 因為其實 當然這群學生 目前看起來短期間 他們應該也不太可能 會撤出立法院 但是因為30號 他們會號召很多的群眾上街 所以如果你要削弱這些 可能會跟隨他們 而上街群眾的力量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必須要 去釋出一些善意 但是這個釋出的善意 又不能夠被視為 是對這些學生的妥協 所以他今天在尺度的拿捏上面 其實是非常謹慎 他的記者會的前面 其實調性是一個 比較柔軟的感覺 可是當後面就是大家問說 你這樣會不會被人家質疑說 你其實是在跟這些學生妥協的時候 他用非常強硬的方式 好幾次強調說 我們是不會跟非法的 這種抗爭手段來妥協的 你就知道他其實是想要把他的訴求 是分開成兩個方面拆開來看的